韩国人气综艺节目Running Man的一众主持人 刘寨时、李光珠、池时正、哈哈、金中国、宋志孝、全昭敏和梁士灿 2月2日中午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为当晚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新的粉丝见面会做准备 8位主持人清明现身机场到达大厅 获得上百名粉丝在场迎接 场面十分的热闹 一行人在11点25分左右游流在时 哈哈和池时正一起带头不租到达大厅 几位成员应记者要求停下来拍照 之后一行人在将近20名保安的护送下前往停车场 期间不少粉丝上前送礼物拍自拍以及要求签名 几位成员也有求必应表现清明 另外由于现场人员众多情况有些混乱 宋志孝更一度搭着哈哈的肩膀前行 而金中国也有扶着他帮忙开路 至于今年元旦宣布恋情的李光珠也非常受欢迎 被粉丝围得寸步难行 哈哈更是满手拿着粉丝送的礼物 李中原上车前不忘和粉丝挥手并分车离开 有幸运的粉丝事后开心的表示 虽然是第一次接机 但成功拿到李光珠的签名 哇哦你这原品也是太好了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